用寶特瓶做成的獎盃 还有铝罐做成的奖牌 这是独一无二 而且爱地球100分 这个好不好 铝罐金层这样子 不拎不拎四眼好不好 是会给它卷 卷起来 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它 看起来很立体 所以一上一下这样 环保防灾小勇士PK赛 不论是在哪所学校 拿到的奖励都是回收再利用 职工是用心思 用时间来表达肯定 职绩人很用心 然后让他们也感受到 他们拿的真的就像是一个 真的是奥运奖牌一样的心情 校内总决赛在各小学积极整开 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全班前三名 要角逐全校前三名 参加明年的县市杯比赛 希望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活动 结合知识 在结合生活上的落实 让我们的环境交易能够更扎实 让孩子们更重视 环保跟防灾的一个知识 那也多利用了一些课语的时间 多加练习 比赛现场是安静无声 线上对决却是紧张万分 不论输赢 同学们都能够有收获 因为这样的行为不只可以让地球减碳 或是减少一些垃圾 高冷蔬菜 我非常喜欢吃高丽菜 可是没想到那对环境有害 就从生活中少用一根吸管 少喝一杯饮料来开始 环保和防灾不只是纸上谈兵 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落实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宫台北综合报道